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庭得闪 大家好 又到家庭得闪 和你聊聊天 聊聊日常生活看到的事情 和一些反省 最近有些朋友說 回到香港度假 看到香港人現在開始的情緒 很多時候都會比較暴躁 有些說話 都比較像吵架 我記得前陣子 有個人向地鐵職員投訴 很幽默地說 我給你投訴 我覺得真的好 把整個氣氛 應該可以給予對馬 去到一種會生的微笑 我最近看到一則新聞都很欣賞媽媽 話說女兒在地鐵看到一個叔叔 可能是在地盤工作 可能是在地盤工作 比較有股氣味 然後就說 這個叔叔的衣服很髒 很嬉嬉, 不洗澡 你猜媽媽怎麼說 她媽媽說 其實她應該改一改 因為這個叔叔很接近工作 應該稱讚她 是中心於她的工作裡 好像是那種味道 其實是一個人心怒 之後出來的味道 是啊 我經常都說 一句說話 可以讓人心怒很舒服 但也可以挑起人的情緒 是啊 我們跟人聊天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要遇一件事 第一要尊重 你要稱呼 就是爸爸媽媽要 老闆 你到處的人 最好很簡單 叫她不熟 叫她做什麼先生 什麼小姐 最穩陣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在台灣那種方法 稱呼 是很有意思的 什麼稱呼 什麼方法 譬如說那時候 他們一定問你幾歲 如果他們真的不認識你 或者初初認識你 那時候都會尷尬 為什麼問我幾歲 就因為原來他們用歲數 都是作為一個尊稱 因為大過他的 他就會叫他哥哥 姐姐 你當時的 但如果我大過他的爸爸 就叫我做伯伯 所以我覺得那裡 訓練得挺好的 我想尊重 在稱呼也好 態度上也好 當現在我們經常都會 出去見人 和人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平心正氣地說 所以聖經那邊 有一句說話很有趣 他說他要說一些好話 好話不是說 見到他不對 都要說好話 說一些對好的方向的說話 反而就是 怎樣來表達 就算你想勸他 或者提醒他 你怎樣用得 教會一些 適合他聽的說話 就是好話 我覺得真誠很重要 很多人以為好話 做什麼都說 哎呀 哇 真漂亮 特別小朋友 聽完又是那句 所以我覺得 在時間 和你的口吻 和你怎樣表達 甚至你的動作 你的眼神 都可以幫到你自己的話 更清晰去傳遞 好像見到小朋友做功課 他比昨天更加勤力 那你便可以跟他說 媽媽見到你 比昨天更加努力 更加努力 最好有手勢 對 然後他會說 是呀是呀 你真是好 有進步 就不用讚到他 天上有地下沒有 等於回到家 如果一間房子 整理得很乾淨 其實我們都應該 炸一炸 不會是我們的工人也好 我們的配偶也好 甚至他煮菜好吃 都要炸一炸 我覺得這種溝通 慢慢慢慢把彼此之間的關係 更加的緊密 另外一件事 你說好話 我覺得我們很少說 就是多謝 是 多謝那些曾經 和我們同行也好 幫過我們的人 又或者收到禮物 現在因為做公公婆婆 經常都收到禮物 我都即時盡量 記得發一些短短的短訊 去表達多謝 甚至配偶之間的幫助 都要說多謝 你不能說 我們已經老夫老妻了 說些甚麼 不是的 到今天我倒杯茶給你 你仍然都會說多謝 所以到了一個地步 我們女兒已經是 學了我們的方法 她的老公倒杯茶給她 她都會說多謝 所以有人說夫妻之間 或者人世之間 其實四個詞都有用 叫相敬如賓 不是有人說 有人說改了 相敬如賓 但你讀甚麼呢 叫相敬如賓 如果如賓就不好 大家都很冷漠 說些東西刺來刺去 那個關係也不好 我覺得單是聽和看 是沒用的 所以要挑戰大家 要有一個行動 一個說好話的行動 對你身邊的人 說多謝 曾經幫過你的人 都要說多謝他 送禮給你的 真的要回覆說多謝 但最重要是要真誠 我們歡迎你 看完這條片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做了甚麼